这也是一种试容奇观 有民众就拍下 有一段的室内道路 你要不断地绕圈圈 绕七层 大家就想说 这应该是停车场吧 但事实上是基隆民众 从山脚通往胡子山的 这个便捷道路 每个人都说 一开始走到头晕 但是走这条路 可以让原本比较长的车程 大量缩短 民众开着车 乘客却拍下眼前 是没完没了的无线绕圈 一圈又一圈不断往上走 转啊转还特别著名 这里不是停车场 而是回家的道路 最后终于绕出来 别有洞天 这真的不是停车场吗 奇特场景引发网友好奇 其实这诡异的回车塔路线 就在这一栋建筑物底下 它本来先有路 这个房子再把它盖在这个上面的 本来是有路 就好像上山的路一样 原来这是一条方便 基隆民众上胡仔山的便捷 从地图来看更清楚 如果从山脚下 想要直接上山 走这条回车塔道路 大约花一分钟就能上山 但是如果绕路要绕一大圈 至少增加五分钟车程 只是大家最想问的是 走着无线回圈的回车塔道路 不会头晕吗 刚开始有的人会 刚开始但是如果说你习惯了 就不到会了 刚开始开始说很不习惯 因为车速然后就感觉 好像在旋转上去 有的人会说会头晕 可是习惯了之后就 大家知道怎么样减速 怎么样加速就还好 当地人说想走这条路有诀窍 在回圈时还要配合速度快慢 比较不会晕 其实这个回车塔总共七层 虽然产权属于社区 但是路已经捐给市府 所以大家都能通行 原本是希望方便建案 住满的76户使用 但住户们也愿意和市民 分享便捷道路 还成为了全台湾 最奇特的地标之一 东森新闻旅国宝 基隆报道 而现在也是励志盛产的季节 但是有消费者控诉 到美式卖场买了一大盒的玉盒包 一打开大片发霉 整合1.8公斤 大多都过熟 暗红甚至发黑 有的果肉还变质了 事实上像这样的荔枝 很娇嫩 本来就不容易保存 什么样的方式 才是对的保存方法呢 饱满玉盒包裹时 表皮红中带绿 拨开来里头果肉Q弹脆口 滋味甜美又多汁 产阶一道 爱吃水果的民众好期待 来到知名美食卖场 买了整合荔枝 一打开却发现好几颗 都有大片发霉的痕迹 而且整合1.8公斤 大多都过熟 玉盒包的外皮本该带点绿色 美食卖场买到的这盒 却大多都是暗红色 甚至发黑 拨开也可以看见 果肉已经变质 其实荔枝水分高 很娇嫩 本来就不容易保存 许多民众都遇过类似情形 荔枝室温下 保存期限不长 水果摊液者 透露荔枝的保存有佩补 放在外面有没有 它的那个皮它会变黑掉 回去的时候要用湿抱纸 或湿毛巾把它包起来之后 然后摆冰箱 它就不会发霉 荔枝最好趁先先吃 放在阴凉通风处 当天就要吃完 但如果买的量比较多 可以用以下延长荔枝 保存期的5个步骤 第一将一颗颗荔枝连枝条 一起剪下 清洗后獔干 再来放荔枝的容器底部 要铺厨房纸巾 并且再用微湿的纸巾 并覆盖在上头冷藏 接下来每天更换覆盖 在上头的微湿纸巾 并且记得保持通风 别密封 如此一来 可以保存大约一个礼拜 其实想要吃到 美味多汁的荔枝 在挑选时就要仔细观察 调荔枝也要看5个重点 首先是果皮是不是完整 颜色匀秤 玉盒包建议红中带点绿 熟度最好 触感上要饱满而紧实 气味是淡淡香气无异味 还要注意地头有没有虫害 业者如果有保留支条 保存期限会比较长 婆婆妈妈都很内行 理直盛产 大家想要吃美味的水果 除了注意挑选 还要注意保存 以免将坏掉的水果入口 坏了品尝的性质 假如吃下肚 还可能造成身体不舒服 红绿新闻 吴依林江信坑 徐宇晨综合报导 最近让台湾人民 觉得恐惧的是 民进党政策会议的 执行长王毅川 在政论节目上 自曝 可以用手机定位分析 轻鸟行动的所有群众 这引爆各界质疑 你是会监控人民吗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强烈抗议 连国安局长都拿不到资料 为何你王毅川拿得到 要他讲清楚 蓝维也痛批 原来刑警总复辟 就是在民进党的政策会里头 国家的机器有没有在监控人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就算行政院长卓荣泰 连回三次没有监控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自曝透过手机信令分析群众 还能比对出524青鸟活动 和519民众党小草集会 以及112总统大选造势 民进党的支持者是不同一批人 跟极权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我觉得王毅川 现在要解释事情可多了 民进党就是在成立一个地下庭演局 就是一个新警总的复辟 就在民进党政策会 蓝维连番质疑 民进党的活动被分析 主席柯文哲抓紧机会 痛批王毅川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拿到这些资料 现在连国安局长都出来讲说 这个我们拿不到 一个民进党的党官 被拿到国安局局长 拿不到的东西 今天这个就是 王毅川就这样出来面对 柯文哲这番话 暗示民进党中央要什么 难道能压过国安系统吗 媒体人张宇轩也提出 是否中华电信 有内部人员滥用工器 提供给外部政党 你民进党到底这些高层 是不是真的有跟这个李承伟接触过 甚至在2020年的时候 总统大选期间 讨论过用这种政治增防的方式 来去判断造势场合的人流 你赖心的是不是 也有在所无彦宏的引荐之下 见到这位李承伟 会不会其实早就已经 所谓的政治增防 所谓的个资泄漏 已经行之有年了 2020年我还在党中央 那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状况 也没有这样的发展过 所以这个应该是过去的一个误传 10任民进党主席行政院长 卓榮泰否认再否认 虽然三大电信出面澄清 但是王毅川资料从哪来 风暴持续扩大 一川大兵救不救 监控遗云都难以落幕 东山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年轻人的行动很多 尤其暑假靠近黑帮 就看准年轻这块商机 制造哈密瓜风味的毒品药定 吃起来香香的 但它是有毒的 那么现在呢 其实警方强烈攻坚 找到了44岁的陈姓祖贤 原来他是竹联邦分子 明明通气赛逃却还制毒 警方一口气拦截市值 至少8000万的哈密瓜毒品顶 霹雳小组赫苍实弹直到 公寓铁门攻坚 优势紧力目标明确冲上顶楼 开枪强势攻坚 当场人赃聚货 却在制造毒品当中 有大量的制毒器具 而且20万现金就摆在屋内 位在新北市新庄这处公寓 以一楼洗车厂当作掩护 顶楼铁皮加盖 就是新京毒品药定的制造工厂 警方查获哈密瓜 以及麦月莓口味的毒品药定 101公斤 约10万颗 市价高达8000万 客群专门锁定夜店的年轻人 现场制毒器具包含打定烘干粉碎 搅拌风膜机 还有合成毒品吸引年轻者的 哈密瓜果汁粉及食用色素 44岁的陈庆祖贤人称阿狗 是竹联邦爆糖分子 通缉在逃 嚣张组制毒集团 如今四人落网 尤其近期信义区 辛勤酒吧夜零不少 加上暑假扣进 黑帮看准这款毒品大饼利益 锁定年轻人 制造哈密瓜风味的毒品锭 警方拦截市值8000万的毒品 流入市面 持续扩大清查 东城新闻社会中心 在新北市报道 而这栋大楼也长期被人诟病 主要是台北万华的 西宁国宅在1982年落成 但是过去常常发生 非自然的死亡事件 再加上管理不佳 所以被外界封为猛鬼大楼 那么如今市政府 已经决定拆除了 计划在2026年要盖好社会住宅 那么如今在拆除的同时 电子街的多数店家 铁门已经拉下 走进地下市传统市场 以卖神仙为主 因为比市价便宜一些 人是不少婆妈最爱 网上一层走 这边都是杂粮 一楼多数卖杂粮 尽管都知道要搬迁 能卖一天是一天 不过另一头 电子街两样勤 前几年部分商家 搬到公华商场后 铁门拉下的比拉开的还多 这个利益还没讲好 可能明年就想到楼上就拆 安慰一下 水中指纹楼梯响 台北万华新宁国债计划拆除 2026年新建新的社会住宅 只是打从1982年落成以来 非自然死亡案件平传 擒杀 电梯故障 土暴毙 意外坠楼等 累积人数超过30人 加上阴暗破旧角落多 像废墟般空间 走近 令人毛骨悚然 被外界封为猛鬼大楼 没有没有 没有 什么猛鬼大楼 我们没有遇到什么 就是这个电梯太老旧了 我觉得还好 我是觉得还好 但是我知道有两次 有就是 对对对我知道 住户不以为意 但连语传闻不断 因为楼高16层 大楼也加装安全措施 包括加高女儿墙 和防护网 也因为建筑结构老旧 步墙效益不高 市府决定拆除 国宅可能来到 30百户的这个居民 他们如何去做一些安置 再加上他们又是属于 一些经济上面 比较弱势的族群 可能都是必须要去考量的方向 而让他的这个改建的时间 拉得比较长 搬迁船单贴满电梯 超过40年的猛鬼大楼 要真的走路历史 未来新名国宅 也将从北市 都市传说重消失 东西文章程马恩凯 在台北采访报道 差点坠机非常危险 蓝宇机场有一架 这个是航空邮件的飞机 29号下午降落的时候 突然间遇到了 一阵强烈的侧风 整台飞机差点被吹翻 那么当下机师 只能赶紧地稳住飞机 没有想到 飞机降落之后 又得立刻升空 这让等邮件的民众 还有邮差非常傻眼 那么邮差也很无奈 最近都会受到 像这样子的怪风 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 飞机很多都到不了 蓝宇送信件 可以可以 有有有有 飞机飞在空中 准备要慢慢降落 不过飞机机身摇摇晃晃 甚至差一点侧翻 众人全程目睹这惊险时刻 一边祈祷 一边欢呼 虽然最后飞机安全降落 但是不到两秒钟的时间 又再次拉起机头 当时德安航空这架 DHC6400型19人坐小飞机 从台东飞往蓝宇 29号下午准备降落蓝宇机场时 因为侧风过强 飞机机身一度倾斜 随后又拉起机头 折返台东 不过就有邮差反应 近期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飞机航班多数取消 邮局本该要进来的航空邮件 迟迟到不了 这次刚好有飞机到来 却因为侧风太强 准备降落后却又拉起机头 等半天等不到邮件送达 也让他无可奈何 东西文吴亦玲在台东报导